心肌梗塞是一类非常严重的大病 常常在不经意间要了人的性命 发作时除了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外 还能怎么办呢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心梗突发的自救动作 拍打肘窝 需要注意的是 拍打时一定要拍患者左臂的肘窝 千万不要搞错 这个肘窝处有心包经的曲泽学 心经的少海学 还有肺经的齿泽学 大力拍打这三个经络的血位 能促进气形血形 令人发热出汗 大家知道心梗主要是血淤堵塞引起的 寒宁血淤 那温度高就化开 我们拍打肘窝上这三经的血位 起到生阳化除血栓 疏通血管淤堵的作用 这个急救办法非常简单 没有相关培训的人也可以操作 作用非常大 平常拍打也能够防治各种心脏病 大大减少心梗发生的几率 快把这个简便的急救手段转发出去吧 你的一次转发 可能会挽救无数心肌梗塞患者的宝贵生命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 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 转发提醒 感恩感德 没看够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公众号搜索 IK7979 关注快来关注 就可以收看到 近期精彩好看的视频了 记住了哟 公众号搜索 IK7979 快来关注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